星期五有鬼 作者 七奇 颇奖 神秘 来人听书 荣誉出品 第108集 可是过了好几天 蓝双双却什么都不干 他们这些有执念的冤鬼也不干了 冤沙之气开始强烈起来 尤其是他 更是缠定蓝双双 想要上蓝双双的身 为了只是去他家 告诉家里人藏钱藏在什么地方 听完事情经过 我不由着叹息 叹息他的不容易和悲惨的遭遇 更叹息不懂规矩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人不能心意的取下承诺 尤其是对于一些枉死的冤鬼 取诺完不成就会被缠绕 蓝双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哪有什么本事 能够完成这些冤鬼的心愿呢 想到这儿 我突然灵机一动 蓝双双玩不成冤鬼的心愿 就会造成悲剑 会不会有哪位路过的调皮大神 设计这么一幕 知道哥们有本事 所以把我俩身体互换了 然后借我的手去解决这些事情 那是不是说 只要完成这些冤鬼的心愿 我俩身体就会换回来 我不能确定 却无疑有这么一种可能啊 我不犹在精神一阵 事到如今也只能只试一试了 其实我很想问问 我那便宜师父乌老六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一个月才能够爱他爹一次 抓心鬼之前是刚跟他聊完 啊 离下次还有些日子呢 找范八爷更是扯淡 他找我倒是方便得很 随时能找到 我找他无疑是难于上青天啊 也只能是自己琢磨着解决这件事情啊 其实完成他们的心愿 也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也算是功德 可这功德就不知道是算在我身上 还是算在蓝双双身上 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蓝双双借我出神 半天没说话 颤抖着 说了 你 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明白 徐拉 咱俩换了身体 是不是他们干的呀 蓝双双的话提醒了我 在事情没有了解之前 有必要确定一下谁是老大 该听谁的话 我不指望蓝双双能够帮着什么门 但一定不能让他拖住手脚 不能让他坏事 该是定定规矩的时候了 看两个恶鬼跟超级玛丽似的 好让顶着钱 我并不着急将这二位收了 很是忽然的从胯包里掏出烟来 点身后深深的吸了一口 拿足了架势 猛然看向蓝双双 这丫头被我吓了一跳 缩了缩 畏惧的问 你要干什么 我堵住搞烟圈 一本正经的说 蓝双双 咱俩该好好谈谈了 身体互换 你是受害者 我同样也是受害者 不要以为我换成你的身体 就占了多大便宜 说实话 老子还真的对你 这小龙包子一样身体不感兴趣 还有 不要以为换身体 我就欠你的 老子喝妈的不欠你的 我越说越生气 想起这天的遭遇 都会被蓝双双牵着鼻子走了 压得占了我身体 占了我房子 占了我的床 帮他上了一天班 还特妈的跟我约法三章 锁门 还得帮他收拾 本该是应该铲住他的恶鬼 做了这么多 我没在他身上看到一点感谢的意思 反而还跟房子一样的防着我 当真我欠他一样 认识谁 谁不火的 都说 男人大赌 那得分对什么人 对你好的人要大赌 对那种蹬鼻子上脸的 就不能大赌 否则麻烦会没完没了 好像我做这些呢 都是天经地义的 凭什么就天经地义呀 越说 我的伙儿越大 一个劲地告诉自己 要冷静啊 那是性子说 你也看到了 我被恶鬼缠了身 本来是你的麻烦 我帮你扛了下来 帮你解决这些麻烦 你也应该知道 我有本事让他们奈何不得我 如今想要解决你的麻烦呢 想要解决咱俩的麻烦 混回属于自己身体 靠你是不可能 就只能靠我 靠我可以 但咱们也得来个约法三章 蓝双双看着身边两个恶鬼 看着我发火 忍不住怯怯地问 我没那个意思 我只是有点不适应 何况我是女孩子 不应该嚷嚷我的吗 他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这个 我就火冒三掌 不是鹤妈的招事惹谁了 换身就够悲催了 还得让着他 把我弄得狼狈不堪 低溜的论传 我忽然指着鼻子又说 平时吗 我就得让着你啊 我他妈的又不是你男朋友 又不是想泡你 还不让我洗澡 不让我换衣服 都得你帮我 是吗 你他妈的要是不爽啊 你把咱们身体换回来啊 唯同怒吼 憋屈终于消灾了不少 蓝双双怯切切地拽了拽被子 要说什么 张张嘴却什么都没说 我发泄完了 看见他这个模样 也是哭笑不得 沉声道 想要解决这件事情啊 从今往后 你要听我的 否则咱俩就分开 各自想办法吧 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 要是那些孤魂野鬼 奈何不了我之后 知道你坏了身体 你猜他们会不会还缠着你 我其实也就是吓唬吓唬 我蓝双双双 毕竟他的身体是我的 哪敢真让恶鬼上身缠着 可不吓唬他 可不吓唬他老是这么束手束脚的 恐怕没得坏回身体 哥们就得憋屈死 何况 内行吓唬外行 也不怕他不害怕 我把事情都说得这么严重了 蓝双双果然惊恐的朝我点头 确定了谁是老大 我脸色也就好看了许多 跟蓝双双 把现在的情况说了一遍 这丫头顿时 拜扶在了哥们 专业水准之下 接着 我从胯包里掏出两张黄服 问清楚两个恶鬼的心愿 都不是特别难办 确实比较麻烦 要挨家挨户的解决 我答应两人完成他们的心愿 让他们配合我 之后再把他们给超度了 道法变得差劲 几乎就是什么都要从头再来 折腾了好半天 我才算是把两个恶鬼 封在了黄服中 再一看 都凌晨三点多 我刚要回客厅沙发睡去 蓝双双叫着我说 那个 徐郎 我很害怕 不如你也在屋子里睡吧 嗯 哥们立刻就懵了 这是要同居的节奏啊 随即就想到 如今我是个女人 是你 毛的便宜都占不着 只能是被占便宜 我顿时觉着有点 泪痒蛮蛮蛮了 多少年了 终于有个妹子 要跟我同床了 可是我却只能是被占便宜的 我神情很失悲愤 朝蓝双双呸了一口 呸 想了没 哥们是正经人 少了这套 摔门就出去了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正经人这么少 当个正经人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难不成正经人 都有难言之隐 邪话少说 只剩那些恶鬼呢 也没有再来纠缠 我也没睡多踏实 也就快天亮的时候呢 打了个嘴 天一亮 黎玲就开灵车来了 一敲门 我开门 他见我愣愣 然后呢 就带着一种 戏谑的表情 上上下下打量我 哥们护住胸膛说 看什么看 臭不要脸的 黎玲没打理我 用鼻子朝屋子里闻了闻 屋子里鬼的味道很重啊 昨天晚上 有兄弟上门了 我一把把他拽进屋子说 小哥 你跟叶游神打定怎么样了 叶游神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他从来没碰到这么稀奇的事 还说能干出这种事情的 乏力肯定不弱 浪总 你仔细想想 你到底得罪谁了 哎哟小哥 我脑袋都快想炸了 真是没得罪谁啊 倒是得罪了大长子和那毛山师傅 可就凭那俩活 能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混了我的身体吗 想想都不可能啊 黎玲也觉着不可能 我把昨天遇鬼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 把想法跟他说了 黎玲沉吟了一下 既然你没得罪谁 问题就只能是出在蓝双双身上 走一步看一步吧 先把那些冤鬼的事情给办了 还不成再想别的办法 我想找五老六 可时间不到啊 能不能找到范八爷问个情况 我充满期待的问 如此离奇的事情 黎玲都束手无策 除了民府那几个大佬 估计再问谁也是白大 黎玲苦笑摇头 范八爷信身 是因为罗子齐 结了地府的胡 他才会出面 他正身份的阴神 没事不会四处溜达 勾魂索命 自由手下小鬼来办 怎么跟他没啥交情 更不用给咱们命 其实我也明白这道理 但总是一份希望不是 我还是觉着应该试试 我和黎玲正说话呢 蓝双双睡眼惺忪的出来 哥们身体 却整出女人的模样 黎玲脸上那看笑话的神情 又显露出来了 都吹一口白牙 让我恨不得 把那口白牙给撬下来 蓝双双双 蓝双双见到黎玲 立刻就是一副警惕的模样 又护住了胸 嘿 我真是无奈 忍不住翻一白眼 也没搭理他 蓝双双惊讶 雷小慧呢 终于是醒过味儿的 善善地去洗漱 接下来几天 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悲惨的几天 每天大早 就得跟着黎玲和蓝双双 挨个去解决车祸 横死之人的心愿 下午要赶回去当车模 还要应付林琉璃的纠缠 我也抽空跟黎玲啊 是拦了个勾魂的鬼差 让他跟范八爷说一声 我有事找他 鬼差答应挺好啊 却是一直没消息 也不知道跟范八爷说没说 最操蛋的是 下期节目的录制 已经到后期了 不管如何 我都得上班啊 唯一值得安慰的 是出车祸的 十几个横死鬼的心愿 解决了大半 也就还剩下两三个 只要再加把子力气 解决完最后两个人的事情 或许就能换回身体 这天呢 也是车展最后一天了 我身心疲惫的 在外面吃点饭 跟着蓝双双往下走 走到离我住的小区 还有百十来米的一条马路上啊 路灯下 一个男人朝着我和蓝双双 大驳而来 见了我呢 眼睛随亮 喊道 蓝双双 我说找不到你呢 原来你是另结新欢的你啊 男人二十四五岁年纪 流里流气的 吊了根烟 气势汹汹的奔我而来 我惊讶的扭头去看蓝双双 却见他惊恐的 往我身后躲了躲 小声道 他是江帆 我以前南方找 我们已经分手了 可他还是纠缠我 我可是惊讶的回头看一眼 蓝双双 都说女人是祸水 现在哥们是信了 蓝双双丫头啊 不光是招横死厉鬼 还招渣男 压是扫把星转世吗 没等我说什么 渣男晃着膀子 到了身边 一把推开我 直奔蓝双双去了 牛逼哄哄的说呀 哥们 你抢了我的女朋友 这事咱们怎么说呢 蓝双双 哑的一声尖叫叫躲 轴尾给了渣男 更大的信心 这蓝双双 害样子 想要给他一巴掌 大声的喊 你他妈的笑了狗眼了 我的女朋友 你也敢抢 你不打钉打钉 你家江哥是干什么 他妈的抢女人 抢到我头上了 我已经跟你分手了 不不 他已经跟你分手了 你干什么 老是缠着他 你走吧 不要再来了 蓝双双一边躲 一边朝渣男喊 男女之间的事情 外人很难掺和 我总得搞清楚状况了 万一人家两个 只是闹点小别扭 再给人家整分手了呀 可是我很快就反应过来 渣男是在追着我的身体 要打的也是打着哥们脸上 我去 这就不能忍了是不是 我急忙上去一把 拽住渣男问 你到底要怎么样 渣男就等这句话呢 立刻就不追蓝双双了 嬉皮笑脸的对我说 双双啊 分手得是两人说的算 你说分手就分手 何况我心里啊 只有你一个人 舍不得你啊 说着话 还伸手朝我脸上摸 我一把打到他的手 渣男哎呦哎呦的说 哎呦呦 几天不见 长脾气了呀 不是我说你啊双双 就算你不要我了 也得找个好点的嘛 你找那废物小白脸干什么 小白脸我承认 废物是谁说的 我脸一尘刚要动手 那渣男见我脸色不善 嬉戏的笑 双双 你要是真看不上我也就算了 咱也不是那没脸没皮的人呢 呃这样吧 你出五万块钱分手费 我就不再找你了 你看怎么样 还没等我说话呢 蓝双双怯怯的道 你每次都是这么说 我都给你好几次钱了 可你总是还缠着我 我拿那么多钱给你 我就是个普通小摩托 也要生活的 蓝双双是几句话 说的渣男有点犯懵 瞧了瞧我 哎哟 你还真把什么事情都跟他说呀 那样子 你们俩好像有段时间了 说完别过脸去 对蓝双双道 哥们儿 既然你喜欢蓝双双 我也就不跟你抢了 不过这五万块钱分手费 我不管你们谁输 要是不给 咱们没完 我都被气乐了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臭不要脸的 一大老爷们儿跟女朋友分手了 竟然还舔着个大脸 三分五次的伸手要钱 这人的脸皮是怎么长的 更让我纳闷的是 这么个渣的渣男 竟然能有蓝双双这样的女朋友 现在女人都瞎了吗 像哥们儿这么正直 无私善良 体贴 脱离地区 为了一个大好青年 找不到女朋友 渣男这样无耻的男人 不但能找到女朋友 还能找到女朋友要钱 还能要钱 跟谁说理去 老天爷呀 会些给这些女人 装成一双一双又一双的慧眼吧 让她们把这个世界 看得真真切切 没了你跟我过不去 干什么玩意儿啊 还整个护腕身体 这一刻 一股子无名怒火 从我心头生起 几天来受到的委屈 担惊受怕 还有对未知的恐惧 终于是有了个发泄的目标 我一把拽过渣男 对他说 你要五万是吗 渣男黑黑的笑 嘿嘿嘿 五万不高 双双 你值得这个价啊 嗯嗯 我答应两声 一巴掌就照那张 烧人恨的脸上就扇过去 啪 这叫一脆响 这叫一脆响 渣男都梦了 捂着脸 惊讶的看着我 哥们既然都动手了 还怪他毛病 反手就又一大巴掌 啪 比刚才那巴掌还要脆胃 五万是不是 今儿就给租你了 两巴掌下去 哥们又给他来个西撞 狠狠撞在他的小地里上 脱下脚上的高跟鞋 就朝着脑袋 放了下去